新月幸福樂 你是開心的 你是幸福的 歡迎你來到 新月幸福樂 好親愛的聽眾朋友大家好 今天想跟大家介紹 我最近幾乎每一天 睡覺前必讀的一本書 每次讀了以後 就覺得非常的開心 因為我覺得難得在台灣 又有一本這麼棒的書 這什麼書呢 就是由地平縣文化出版社出的一本叫做 我在 這邊副標題是寫說 最簡潔有效的開悟指引 我們今天也很開心的請到 地平縣的總編 那個 周本毅 G 打個招呼吧 各位聽眾好 我是周本基地平縣的總編輯 很高興今天能夠在這裡跟大家聊一聊這本書 是 為什麼會當初在選這樣的一本書呢 其實這本書在我的書架上已經十幾年了 那一直想出 但是 因緣都還不成熟 也就是說 第一個能夠翻這個書的人不多 是 就是對印度 印度名向很熟悉的人不多 然後第二個是 其實我覺得 讀者群的成熟度 成熟度到這五年的狀況裡面 我覺得讀者群的成熟度已經很高了 所以我覺得應該可以開始接受這本書了 所以我才想著說要 可以把它介紹出來 那我選這本書的原因呢 是因為 它是一本證悟者的直接記錄 也就是說 通常我們看到的書 在世的大師 直接談論或者是說 引證自己的一些經驗跟別人分享的書其實並不多 那也不是說全然沒有 但有一些是你根本就看不懂 是 對 比如說像碧炎錄啊 這些古代的產中大師的那些經驗 其實他們都寫得很清楚 但是因為我們不懂 所以我們怎麼看都是物理看花 那我覺得難得有一本這個書 算是比較清楚的在討論證悟是一個什麼狀態 那也許我們還是不懂 但是我們可以間接的去交叉 交叉簡證跟了解 所以我覺得這本書的珍貴性是在這裡 然後第二個 因為這本書的採訪者是外國人 所以其實他們也必須笑話得很清楚 那才能夠把裡面的東西用英文再寫出來 那英文是我們比較可以了解的語文 所以這又是一個比較有利的條件 那第三個是 這本書 其實這是尼撒加達塔 他最後兩年 一年半的採訪紀錄 那他也知道他的身體差不多了 所以他在講很多事情的時候 他不再去講一些很基本的東西 他講的一定是最重要的 所以可以說是精華中的精華 人家說那個重要的事情講三遍嘛 那大師一直講的這個事情有兩種 一種是不厭其煩的 從初級班交起的 一種就是真正最重要的 他告訴你關鍵是什麼 所以這本書其實講的是關鍵 那他前面的書不太一樣的地方是 前面的東西他是循循善誘 他一直破解你最基本的東西 但是這本書他覺得 他那些東西已經講得夠差不多了 所以他在這本書裡面 他講的都是重要重要重要的東西 對啊 因為我覺得就是 雖然他從頭到尾都在講I am 但是你知道明明中 就覺得他那麼多章節 那個講的東西 就有時候會被他一直牽引著 去好像去注視內在的這一個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對不對 其實你I am是什麼東西 如果他可以在這本書裡面 講到大家都明白的話 是 好 我們繼續跟聽眾朋友來介紹一下 這本書的精神 I am I am到底是什麼呢 I am 其實他就是他英文講的I am 那 他有一個很微妙的地方就是說 我的 我是我存在 是 所以這個就是I am的 基本的字面上的意思 那就他的書裡面的解釋的話 其實I am 我們看他第93頁第五章93頁 是 那開通民意他就講 他說 所有的險象皆非實存 所有的危險皆會消退 清除這兩者之後 剩下的就是那 絕對 那 那他的這個地方就是在講I am 是 那這一本章都是在講I am的消息 那其實 I am是一個 I am他前面也講 就是 I am就是所有的犯 就是所有的幻象 嗯哼嗯哼 我不曉得你有沒有記得這個地方 我看一下在第幾頁 好 他在第25頁 對 他有講 對 他說從你的存在當中生出這個範 與這個範相關的一切都是幻象 然後這個幻象是從無明之中生出 因為你的存在在絕對來看 不過就是無明而已 嗯 因為我在其實 你也可以說 他是 無明 是 就是當你有我的這個感覺的時候 你就是在無明的狀態裡面 因為他是所有的顯現 所有的顯現的東西 其實他都是空 他都是不真實存在的 嗯 所以他要告訴你的 關鍵是在第5章的這一句 就是當所有的顯現 都不是 當你了解到 所有的顯現都不是實存的 而所有的還沒有顯現的都會消退 然後清除這兩樣之後 剩下來的那個就是絕對 嗯 所以為什麼你要回頭去看 我在我在我在 是因為你一直要去清除 清除清除 是 聽不到沒有東西可以清除的時候 你就知道說 哦就是那個 哦 是 所以你其實是你在我在的時候 你一直在 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說 你應該是說 這個不是這個不是這個不是 嗯哼 嗯哼 那 其實這個是一個很關鍵的地方 可是很遺憾的 這個地方 不該由我來解釋 因為本來都是沒有真物的人 因為我們講的都有可能還有錯誤在裡面 嗯 是 所以我不該 我不該解釋太多啦 但我只是告訴你說 書裡面的這個部分是這樣子在講 是 那如果大家對這個東西是有問題的話 我覺得 應該回到你的師父或你的上司那裡去把這件事情搞清楚 嗯哼 嗯哼 如果你有的談討論政務是不可能不談這個部分的 是 好 那也許在不同的教派裡面他們可能會用不同的名詞 不同的 那不管他用什麼名詞大家都不妨記住 那只是一個不得不用的形容詞 嗯哼 嗯哼 包括這本書 尼撒加達塔 馬哈拉西他都已經說了 只要是今天你看到的屬於語言的 屬於有實質有物質性存在的 都是虛幻的 是 那你如果了解這個 你就會慢慢的播出這些虛幻的東西 你才會看見那個真正的東西 嗯 那真正的東西其實是沒有東西可看 但是他有一個覺知 也就是他說的光明在裡面 是 嗯哼 那跟一般坊間在講那個 無我或是那個什麼 什麼 更高的那個 本源是同一件事情嗎 嗯哼 我 我不能說他是同或不同 因為我沒有去過 是 但是 絕對 大家 每一個人其實都應該自己去求證 是 就是 這裡講的我在 跟那裡講的無我 跟那裡講的真我 是不是同一件事情 我覺得那是可以求證的 包括基督教講的神 對 或者是那個佛教裡面講的究竟空性 是 我覺得 你可以合理的懷疑他們很像 對 但他們是不是同一件事情 你一定要自己去證 是 是 對 不要相信我說他是或不是 因為我都沒有去過 我跟你講是沒用的 哈哈哈哈 那 不是啊 有時候聽眾會很懷疑說 那到底是 就是 就是 就是到底誰能到 到那個 那個 我們講的那個 那個 無我的那個狀態 大家其實不太 要自己去證悟嘛 對不對 對對對 我覺得 大家在 目前沒有人會只讀一種書 嗯 嗯 譬如說那個 馬哈拉吉這本書 其實很多佛教徒會讀 那很多New Age的朋友也會讀 那所以其實每一個人 他都有他自己的修行的一條主軸線嘛 是 那我覺得在自己修行的這條主軸線上面 你當然要把你自己的主軸線搞清楚 那你有時候你要去教他引證別的派系 其實我覺得是現在 現代社會修行者的一個在所難免的事情 所以我覺得不妨做多做比較 因為你了解得很深刻 你知道那個 你越了解那個 他在講的那個質地是什麼的時候 其實就越能掌握修行的關鍵 嗯 那像他這裡在講的 其實他是在 他不是在講 他就是說顯像的都不是真的嘛 那還沒有顯的就 就會消退 那我們舉一個最簡單的例子來說 就是說譬如說你的念頭 對 你的念頭升起的時候 嗯 你要記住你的念頭不是真的 嗯哼 那你的念頭還沒升起的時候 如果你覺察到了 他不是就起不來了嗎 是 好 那已經升起的一定會消失嘛 還沒升起的起不來的時候 那個時候就是絕對 嗯 嗯哼 是 所以 如果你在 在看我在這件事情的時候 你一直去看 因為你的念頭會一直起來 嗯 然後你會發現 他從最初的到最細的都有啦 所以這個我在就會讓你覺得 嗯 你在參這個我在的時候 你慢慢就會播出所有的顯像 然後停止還沒有顯化的東西 嗯哼 功能在這裡 然後那時候你就會 你就會看到絕對 是 因為你知道嗎 就是我在看這本書 或是我跟朋友一起在研讀這本書的時候 因為他突然有講 就是他看到一個章節就是說 人 比如說 那個 搞不好比如說 那個已經 死掉了 然後意思就不見了嘛 對不對 嗯 到底意思是 就是因為就像比如說這本書講的 因為我在所以他才在 不在了真的就沒有了嗎 嗯 覺知是一直存在的 就是你的阿賴耶斯羅 是是是 對 那你的覺知是一直存在的 但是你的覺知被很多東西掩蓋了 是 嗯 對 所以 嗯 只要是念頭的東西就是在你 他不是前面一直有講 身體心智 身體 嗯 身體跟心智嗎 是是 嗯 身體跟那個 他其實一直在講說 只要是意識範疇內的 就不是 就是虛幻的 是是是 對 那你超越了 就像他剛剛講說的 顯現 顯現跟非顯現 兩個都消退的時候 那時候你才會看見了究竟嘛 對對對 對 所以其實 嗯 應該是說 覺知裡面還分了念頭跟究竟 嗯 是 分這個字 是 究竟這個東西是一直陪著你的意識的 嗯 空氣嘛 我們都在空氣裡面 可是 那個 你有特別覺得 台北的空氣跟紐約的空氣 是 會去覺知它嗎 但它一直都在那裡 一直要到你把所有的 什麼這個那個都分析到最後的時候 你才知道說 哦原來這個就是空氣 哦 是 那但是你要有一個可以感覺的那個能力 你才會知道空氣的存在嘛 是是是 所以那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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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絕對就是那個東西 這 我實在不應該講這個話 但是 我盡量再解釋 但是請記住我解釋的東西最後都是 可以丟掉的東西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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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哈哈 沒有左邊你客氣了 因為對一般那個 呃還沒有比如說跨道或是 體會裡面的那個真諦的人 也許他會在 就是致詞上或是名向上會 會比較 要去 把它區分出來 他才知道說 欸 那那到底真的是 他裡面講的 所有的沒有 那沒有的話 那哪來的究竟或是哪來的 那個我們講的那個 因為你還有覺知 是是是是 你在什麼都沒有的那個時候 不是什麼都沒有 你還有一份覺知 所以覺知跟這個 覺知跟那個什麼都沒有的 這個東西是一起存在的 OK 那個什麼都沒有但是什麼都有 嗯哼嗯哼嗯哼 好 那我是建議大家齁 就是 嗯 我們 我自己在看這本書的時候 我有一個小心得齁 是 你會被 我覺得文字 還是會讓我們有很多誤解 跟製造困惑的地方 但是你要記住那個 他講的幾個基本的東西 嗯 記住那個幾個基本的東西 你再來看這本書的時候 你就會 你就不會迷路啦 是是是 那幾個基本的東西齁 就是 不要認同你的身體 嗯哼 那 所謂的 不要認同我們的身體 這句話很抽象 可是 在他的書裡頭講的 其實是非常非常非常實在的東西 也就是說 今天你覺得 嗯 喔 我今天 死了 這件事很重 是 你就在認同你的身體 對不對 是 好 你今天腳痛 頭痛 什麼痛 你讓你苦惱不已 嗯 這個都是真實對不對 是 可是這是在認同你的身體 是 所以從最徹底最徹底的程度上面齁 你要怎麼樣不認同你的身體 這就是一個最基本的大功課 嗯 嗯哼 嗯哼 這是一個它 一直前 前後重複 而且其實我們會在這個上面花很多時間修學的地方 那你是從這個地方開始去破解你的那個 嗯 假我 假我 OK 嗯 那你要慢慢 其實假我不是那麼容易破解的嗎 可是你必須每天每天破解破解破解 最後你會變得很自然的知道說 喔這不是真的 然後人家說什麼什麼 你明天被降級了 然後你心裡的第一個反應就是說 喔這不是真的 我不用太嚴重了 就不用太嚴重的看待他 是 我不理他 我不必為他焦慮 我不必為他煩鬧 那時候你就比剛開始的你進步很多了 是 嗯哼 那所以這個 這一個 不要認同於身體這件事情是生活的全面化的部分 嗯 所以 要做到這一點 必須 不要把它當成一個 嘴巴講講的 就是大師的責言那樣子 沒有 因為 因為很多 我相信很多聽眾就會覺得 肚子餓了啊 他還叫我不相信這個 然後 比如說 那個 牙齒痛了 去給牙醫弄的時候 你叫我不要相信這個 但是還是很痛啊 他不是 他沒有說他不痛喔 這個有一點誤會 是 他並沒有說你的牙痛的那個痛是假的 而且說這個痛是會消失的 OK 所有會消失的東西 不會永遠存在的東西 是 在定義裡頭就叫做是假的 嗯哼 嗯哼 但他並沒有否定你感覺痛的這個部分喔 喔 好 但是 如果喔 你在 你在 學這個我在的 的同時喔 是 可以慢慢抽離出來的時候喔 你會 不是我講的喔 是書上講的 因為我也還沒經驗到 你會抽離出來一個東西 嗯 就是 嗯 你會抽離出來 就是你發覺那個痛不是你 是 其實關鍵是在那個痛不是你 你不要認同那個痛 以為那個就是全部的你 痛還是痛 因為你有肉 你有神經 你有這個物質的這個身體 是 是 但是你想想看他前面書一就講 他說你睡著的時候 你死掉的時候 那個痛還會存在嗎 不會了嘛 那個痛是跟著你的肉體來的 嗯 嗯哼 是 所有你的煩惱 是跟著你的肉體來的所有的煩惱 都不是真實的 是 是 真正的你不能跟你畫等號 是 好 那所以你還是得要痛啊 不然你怎麼知道保護自己 是 是 對不對 但是他不是你的全部 嗯 你還有一個更大的那個覺知我在 在後面 是 那沒有他 你你現在的你就 呃 他他有一句話講得很好 他是說 所有的這些東西是附著在一個肉體上面 對 所以他書裡頭有這樣一句話 就是你是附著在你的身體上面的一個存在 是 是 對 所以 呃 所以 呃 呃 我們 會不會來講 就是說你在這個地方你不是在你 你知道有那個痛 這個知道的這個能力是你最重要最根本的東西 嗯哼 不要 把那個痛當成你的全部 是 對 那這就是在練習 我在 你為什麼一直要去看我在 就是你要把那個東西分離開 嗯哼 嗯哼 那我也只能講到這裡啊 因為每個人再下去練習的時候 每個人經驗會很不一樣 那你應該跟你的上司去討論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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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他他講第一個就是不要跟身體認同 對 然後第二個 他很強調 呃一件事情 他說 所有的路都在幻象裡繞圈圈 道路是知識領域裡面的創造 嗯哼 所以呢 道路跟活動是沒有辦法把你帶進實相的 他們的作用 就道路跟活動的作用 只是將你困在知識的層面裡 嗯 而實相是超越知識的 是 那他在這邊講的就是說 那他在這邊講的就是說 不管我們今天 但是做很多這種這種拜拜的行為 其實都是假的 對不對 嗯 他 可以說真可以說假 看你進行的那個人是怎麼回事 哦哼 是 如果你是在當下 你的心是在當下 跟著那個法會再進行的話 那個並不假呀 嗯哼 那如果你在那邊求的都是一些 不是那個 你求的都不是真實的究竟 而你求的只是假 你求的東西就是假的 那就是假的了嘛 哦 哦 你求的東西跟你身體認同 哦 那些就是假的 什麼 對啊 什麼那個 那個什麼 財富更多一點 或是什麼 身體健康 這都是假的 對不對 重點是你知不知道你在求財富更多 哦 是 是 因為那個保持知道的這個部分才是 這個書一直在強調 沒有人說你不可以賺錢嗎 嗯哼 是 你說你不該賺錢嗎 是 對不對 對 所以不能一分而 不能一分而 嗯哼 如果你拿這個話去問那個大師的話 對 他一定會說 呃 他一定會說 呃 他常常問人家 他說你不是在 你不是在 問題上解決 呃解決問題 對 他說 喔這樣 他說你不知道你真真的你是沒有問題的 所以 你永遠在不是問題的地方解決問題 呵呵呵呵呵呵呵 就像你剛問的這個問題 對 如果你說法會不是真的 那你吃飯也不是真的囉 是 那你的處理一切 你的工作 你的那個 妻兒子女 通通都不是真的囉 是 那是不該去自殺了 沒有 你知道這讓我想起新時代最喜歡講說 其實你哪裡都沒有去 你只是在家裡做個夢 對 其實就是這樣 那所以這句話每一個人都已經聽過了 人家人生如夢 對 話每一個都聽過 但是多少人真的相信 多少人真正體會到說人生如夢 如果能體會到人生如夢的這個真實感的話 那你一定在我在上面已經修得還有點基礎了 是 是 是 所以我覺得我們剛開始學的時候 是我們覺得這世界上不太真實 這個世界很不快樂 那每個人都有他不同的動機開始修學 是 可是如果你聽了這麼多道理之後 你還只是在道理裡面打轉 你沒有真的去做 沒有真的去體悟他們說的這些狀況的話 那其實你也只是在浪費時間而已 那就跟你做法會是一樣的 你做法會最後也不過就是求一個多一點錢或什麼之類的話 那個就失去餘你這麼多功夫的意義了嘛 是 是 其實你想要多一點錢的更根底的原因 不是就是因為你很害怕嗎 嗯哼 那你害怕很多事情啊 你害怕家裡生病沒有人照顧自己 你害怕家裡的那個老人家生病你沒有錢用啊 其實都是害怕嘛 是 是 那你要去看清楚的就是這個害怕的後面是什麼東西 那你在害怕那個 你不在害怕獅子的時候你就不必拼命去買槍啦 嗯哼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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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把身體弄健康一點 我們可以多運動 我們可以做這些 可是更究竟更究竟的事情是說 這個身體的存在不存在 不表示你不存在啊 嗯 是 所以你最根本的害怕 一旦沒的時候 你是不是對生病就不那麼害怕了 你對死亡就不那麼害怕了 嗯 是 那我覺得是這樣子推的啦 但是我們不能說一推就推到最究竟嘛 因為我們到底還是初學者嗎 我們還在幼稚園階段啊 是 我覺得慢慢把自己推到最強壯的那個部分 就是說我連最底層的東西我都不怕了 嗯 是 是的 那在同時之間我覺得 那還是要去運動啊 該做的 該吃的 對 吃喝拉扎睡 該做的 然後你該去法會 你還是去法會啊 只是更有覺知的去從事這些行為啦 對 你知道你自己在幹什麼 嗯 對 然後你要知道 你心裡起碼記得是說 雖然我現在是在求身體健康啦 但是我也知道健康不是究竟的解決辦法 嗯 那你就抱著這樣的一個了解繼續去做嘛 那如果你只是天天運動 你並沒有真正去處理那個身體肉體的衰敗的必然這個事情的話 那你天天做運動也沒用啊 是 你還是會死 你還是會面對那個死亡的那一天 你還是會面對你最怕的事情 是 所以很多人都是被自己的害怕 驅趕著 去修行嘛 沒錯 沒錯 就怕 就是又想重視我在 然後又怕說 那個自己不在這樣子 對 所以人家說人生難得 趁著還活著的時候能做多少趕快做的 我覺得這句話也是沒錯 是是是 那還有什麼重點是可以再跟我們補充的呢 你這 我覺得 你 你如果覺得 想把問題想得很簡單 人生的大問題其實就是那幾個的時候 因為我看書裡面還有他這作者的其他的書 所有來問的人的問題都是五花八門 各種各樣的問題 但是他的回答都很簡單 他的回答第一件事就是告訴你說 你現在問的這個問題不是問題 而且要解決你現在這個問題 不是在這個事情上面解決 是到究竟那裡去解決 所以這是他的答案 他是從很根底的地方解決你的問題 而不是從中間一半的地方解決問題 就像我們剛剛在講健康這件事情 嗯 在中間一半解決問題的話就是多運動 不要吃不好的東西等等等等 這就在中間一半解決問題 那徹底的解決就是說認識你的身體本身就是一個虛幻的不真實的存在 他跟你真正的你是沒關係的 嗯哼嗯哼 那你要認識了你真正的你的時候 你就不會有害怕了啦 是 那事情怎麼發生都好 那你 他幾乎已經解決你這世界上的所有的問題了 是 所以他說你唯一的問題是你不認識真正的你 是 那這個真正的你存在哪裡呢 就是存在那個所有的顯化都消退 然後還沒有顯化的還沒出現的時候的那個當下 嗯 是 所以你只要 那他就說解決的方式就是你隨時在生活裡頭練習 我在 是 因為他的源頭 那你就會找到你真正的你 那所以他的解決方式 不管你的問題是任何一個 他的解決方式只有一個 是 那那那那總沒有我可不可以請問你 那是不是就是說 他也許譬如說 我們認為這就是 他是 就是我舉個最簡單的例子就是 像有些有些人比如說好 婆媳之間對不對 然後就相處 就是不是我的問題啊 就是那個婆婆可能那個 腦筋轉不過來啊 之類的啊 然後 然後你說要叫我好 那那那是不是說我已經可以 體會到這本書裡面的 我是可以同時的 就是他還是在那邊可能 我們認為可能是胡鬧也好 或幹嘛之類的 但是我已經可以容忍他了 是這個意思 還是說我會生起智慧 那個不會去 那個那個 有知道怎麼去跟他應對或怎麼樣 這個就很像剛剛我們在講痛這件事情 最厲害的人他可以看著那個痛 然後知道那個痛是痛 我是我 不受那個痛的影響 這是最厲害的對不對 對 換句話說婆媳問題也一樣嘛 如果你是你的 你對我在的那個理解跟證物已經有一定的程度的時候 你在看婆婆的那個部分的時候 你的情緒不會介入了 是 然後你知道那是他 那是他在發脾氣 那是他在因爲什麼什麼 所以怎樣這樣這樣 那我的情緒有沒有被他影響 有沒有介入 是 好 然後那個 那你 你當你可以拉開的時候 你就可以處理 是 可是如果你是介入的 你的情緒也跟著他高高高低低起伏的話 那你就看不見事情的真相 你也無法處理 你只會跟著生氣 嗯哼 嗯哼 對 那所以 好像我記得書裡頭他有講 是不是 他說 他們家就 他們家的那個雜貨店 門口就是一個 不知道是什麼 電線還是什麼 還是高壓電箱 那個對他的身體 對他身體傷害其實很大 他說我怎麼辦 他說我對他影響嗎 他影響的是我的肉體 嗯哼 他說 我要去控訴誰 嗯 所以其實 所有的世間的 我們如果用我們剛剛那個三段式的答案 就是說婆媳問題 婆媳問題是問題 如果你把它當成問題 嗯 那你如果可以透過婆媳問題來練習抽離的話 是 你會發現說 那是婆婆在生氣 她在幹嘛 我現在 對 可以 第一個 最重要的第一件事情 我的情緒不要被拉扯 嗯哼 那我講這個話當然是有點打高空 因為很少有人不被拉扯 但是要記住一件事情是說 你被拉扯 可是你 退回來的時間是不是越來越快 譬如說本來跟她跟婆婆不高興 要生氣三天 那現在可不可以變成一天 變成半天 變成三十分鐘 嗯嗯哼 因為 天要下雨 颱風要來 這個是我們沒辦法的事情嗎 我們不會去罵颱風嗎 是 是 對 那颱風把我們家屋頂刮壞了 我也只有認了 是 可是我 我只是在處理被刮壞的屋頂嘛 我沒力氣也沒時間去罵颱風 我也會罵颱風 但是我罵幾句就算了 我不會真的跟颱風生氣對不對 是 是 那可以你把所有 你發生在你生活裡頭的事情 都這樣當下如實的接受的時候 你就不會有情緒囉 嗯嗯哼嗯哼 尼撒加达塔也是在講這個事情嗎 因為他的生活有充滿了這樣子的 各種大大小小的事情 可是因為他 我記得他數以後還講一句話很棒 他說我根本不存在 所以這個跟我無關 是 每一個人都跟他說 你不要再抽煙了 對 你會生病 你會得愛 他果然也是得愛 後愛死掉的嘛 嗯 他說 他說你講的都對 但是我根本 我跟這個身體是不同的一件事情的話 那又有什麼關係呢 是 所以你如果不要去認同你的身體 你說我周永濟今天正在被婆婆罵 對 你不要去認同的那個東西 不要認同那個情緒 不要認同那個名分的話 你抽離了 你知道你那個你是很大很大的那個你的時候 你就不會有氣了 嗯哼嗯哼嗯哼 是 那這個真的是不容易實踐 是 但是 嗯 也很好玩的是說 我覺得現代人是真的智慧很高 我們下個月要出了一本新書 就叫覺醒父母 其實他就在講這個事情 是是是是 透過所有生活裡面的這些 呃 情緒 不要是情緒就是假的嘛 嗯 情緒只是你的感受 那這些感受其實都來自你的身體 嗯哼 那你這樣可以抽離這些東西的時候 你就不會再受它影響 那這個抽離喔 不是概念上的抽離喔 是你真真實實的可以做到抽離的時候 然後你就知道作者在講什麼 嗯哼 對 那我覺得這種事情是值得努力的嘛 是是 因為它是我安慰式的那種抽離 對 它是可以真實抽離 而且情緒不受波動的抽離 是 然後可以感受到的是那個大我的那種平靜 那我覺得值得追求啊 是是是是 因為我們請左邊再給我們複習一下 這三個就是它三個 你剛剛講三招 不是三招 就是三個步驟齁 應該應該怎麼樣呢 你說這三個 步驟 第一個 哇我再重複一遍齁 第一個齁 你只要發生問題 你不知道真正的你是沒有問題的 所以你永遠不在喔 不是問題的地方解決問題 是 這就已經把你的全部的問題都打翻了對不對 對 然後第二個 你唯一的問題喔 是你不認識真正的你 嗯哼 那真正的你 它擁有超乎想像的智慧 它一直就在你的身邊 只是等著你認出它來 是 所以你只要認出它來呢 你的問題就會解決 嗯哼 好 第二個 第三個呢 你怎麼認出它來 你怎麼解決這個唯一的問題 就是隨時欺入我在的源頭 是 就這樣三件事 是 所以你可以拿任何一個問題來問 然後你第一個 否定是嗎 就是先把你的問題先否定掉了 嗯 它可能不在你的 你可能不在問題關鍵上解決你的問題 第二個 那我的問題是我不認識真正的我 那我怎麼認識我真正的我呢 我就是去學習我在 嗯哼 那所以這個是解決問題的三步嘛 是 那剩下來的只是說 可是我還沒學會這個方法嘛 所以我現在暫時還是會用很多 我現在世間法的方法 是 對對對 沒錯 沒有因為我覺得 你要記得你的世間法那些方法 都不究竟就好了 是 我覺得今天真的是 那個 要不是總編喔 跟我們 欸馬上把這一本的 就是拿一個案例來應用的話 我相信有時候讀者這樣 讀得有一點 你知道嗎 就覺得 喔一直在繞我 是我 對對對 其實你就是拿你生活中的小問題 拿來解放程式 嗯 然後你就可以慢慢自己體會到他在說什麼了 是 對 那今天真的很開心的那個 地平線文化的總編喔 那個 周本季喔 來跟我們那個分享 我在 I am 這本 我覺得真的是很辦的書喔 然後歡迎聽眾朋友來 來就是一起來共讀這本書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 再見